楊小姐她是隔天就火化 她看了一個很早的時間隔天就火化 那包含洗澡 包含穿衣服 包含這些都是我爸自己親手下去用 然後用完之後我們就在家裡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停官室 我們就在那邊等時辰 等隔天中午的午時11點 然後要火化 然後過程當中我爸一句話也都沒講 就這樣靜靜地陪著他 對 然後直到隔天午時時間到了 我爸還是停在那邊不動 動也不動 照理說他是一個很講究時間的人 他是一個很懂節奏的人 他什麼都沒有動作 他繼續等著 然後所有員工幫到我們 大家就這樣講說怎麼辦 時辰到了 如果再不出發的話會耽誤時辰 然後終於有一個資深的員工 他就鼓起了勇氣就過去講說 欸 等了 時間到了 我們在出發了 接下來那一幕就我爸整個崩潰大哭 然後他就抱著他說 為什麼這麼快 為什麼時間這麼快 為什麼不能再多一下下 為什麼不行 然後在那一刻的時候你就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我們以前都是用那種很幼稚的 小朋友的觀點去看大人的愛 但才滿講我們看不明白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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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